哈喽大家好 叔叔在这个山场里面养殖了很多的鸭子 不过的话就又养又不对劲 这段时间这些鸭子生的蛋是越来越少 叔叔怀疑是有人来偷 也有可能是什么东西把它吃掉了 后来就在这个山庄里面安装了这个监控 但是也没有发现到底是什么原因 最近把这个山堂干掉之后 终于是真相大白找到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过去看一下 这口鱼塘的面积非常的大 总共是有五毛 所以说叔叔就在这里养了有200只这种鸭子 母鸭都应该有150只左右了 叔叔在这边不仅仅养了很多鸭子 还有一些鹅 以前这些鸭子还有鹅都是在这口鱼塘里面活动的 但是因为现在把它干掉了 这些鸭子就全部跑到上面的鱼塘里面去了 以前那些鸭子都是在这个路边 这种打扫堆里面生蛋的 在这边就可以看到有两个鸭蛋 后来叔叔就在他的山场那里装了一个摄像头对着这里照 但是没有发现有人从这里经过捡这种鸭蛋 所以说应该不是被人家捡掉的原因 现在就下来一趟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一开始的时候叔叔也是非常的纳闷了 后来就把这个鸭塘水干掉之后 才找到了真正的原因 下来之后在那个位置看到有个白白的东西 我们再过去看一下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楚 我先把镜头放大一点 在那个位置那里有根棍子的旁边 这里有个白白的 这个就是鸭蛋 当时叔叔把这个鱼塘干掉之后 在这个鱼塘底下 到处都是这种鸭蛋 哇塞 看到之后叔叔高兴坏了 原来这个鸭子全部都是在这个鱼塘里面生蛋了 可能这鸭子都是憋不住 在这个鱼塘里面游泳的时候 这鸭蛋就生到这个鱼塘里面去了 后来叔叔把这个鱼塘里面的水干掉之后 就减掉了这些鸭蛋 当时一次性就减了两百多个 这里刚刚看了一下还有几个蛋 这个蛋可能是这鸭子后面生的 鸭子习惯了在这里生蛋 所以说还会来这里下蛋 这个位置也有两个 上面还有很多泥巴 在那个位置也发现有一个 这两个就在鱼塘边上 我下去看一下能不能把它剪掉了 干掉了 两种颜色的 看一下 这种绿水的好像 这个是白颜色的 中间还有几个 中间的几个捡不到了 我去捡了 这两个拿给叔叔 放干水之后 终于是真相大白 原来这些鸭子 都是在这个一堂里面游泳 在这里下蛋 所以说叔叔一下子捡了有200多个蛋 但是的话 很多都已经坏掉了 非常的可惜 好吧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